中秋廉假结束 台股今天开盘指数顺利的向上攻坚 那么一周的开始 投资人看盘有哪些重点呢 我们一线热线投顾李秀丽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文医师美国联准会宣布QE今年暂时不会退场 还有台股从今天开始开放平盘下放空 是不是台股今天上攻的主因呢 那么这一周的看盘重点有哪一些 的确当然QE的不退场 这对台股今天的补涨效应来说 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当然还有包括金融股的来帮忙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近期这个外资买超的金融股里面 包括像兆风金啊 还有开发金啊 甚至中信金的部分 不过我们也特别注意一下 外资在近期的金融股 其实是多空双向的 比如也有部分的在调节一些 像台信金啊国财金的部分 也特别提醒大家来做一个留意 那今天除了补涨之外 大家也持续的关注 外资在连续17买之后的一个 持续性买超的一个动能如何 那当然今天整个电子金融的点火 也是让指数啊 在这个像上网 这个8300的整数关卡 在迈进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量能的一个扩增 还有电子当中的 这种百花齐放的一个调性 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相信 在这个指数在继续往上攻坚的时候 这个不量再加上外资的持续买盘 这个今年的指数高点8439 有没有机会突破 这几个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这个礼拜当然除了看 整个指数技术面的一个高点 突破的一个挑战动能之外 还有就是礼拜四的央行里监视会议 那当然利率应该还是维持不变 不过针对这个台币的一个升值 或甚至大家在关注的 这个彭怀男彭总裁 是不是也针对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部分的一些相关的谈话 这也当成这个礼拜 大家关注的指标